接下來的新聞跟動物有關 秘魯首都利馬 星期一有公牛大鬧街頭 一頭失控的公牛 在車流擁擠的街道上亂晃 害得汽車駕駛驚慌失措 後來還突然衝撞騎單車的民眾 而在印度則是有犀牛 因為洪水不幸溺死在國家公園裡 南美洲國家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頭 1號陷入混亂 一頭失控的公牛在大街上亂晃 他衝入車道狂奔 汽車駕駛紛紛讓道 跑著跑著還突然橫切路面 下著車輛緊急煞車 而這頭公牛面對警察圍捕時 還突然衝撞騎單車路過的民眾 騎士連人帶車被撞倒 起身後趕緊跑開 這頭亂晃的公牛 最後終於在遠景圍捕下束手就擒 四主事後則表示 會賠償這頭公牛造成的所有損失 而在印度則是有犀牛死亡 東北部阿薩姆邦 三號一位大雨河水暴漲氾 導致卡吉蘭加國家公園內的 犀牛逆死 除了犀牛 國家公園其他動物也受困 當地官員已救出野兔 水踏 叢林貓等七十多隻動物 印度上個月經歷炎熱天氣 終於盼來降雨 但於是來得又猛又急 東北部河西部多個地區都引發洪水 造成嚴重災情 阿薩姆邦目前已有接近三千座村莊遭洪水樓林 死亡人數超過五十人 臨近的曼尼胡爾邦也因為洪災 教育機構放假兩天 印度政府已派出軍隊協助救災 氣象部門則警告 未來幾天印度東北部降雨將持續 災區恐怕雪上加霜 公視新聞 轉零編譯